Stanley,港股来到美市依然没有方向 继续在25000亿增持 大市悶悶的,我们天天看着业绩 还有一个出了业绩的股份 就是本地电讯股,数码通 上日收市后,就出了一个截至6月底子的全年业绩 股价今天要受压,最多要跌超过3% 大数方面,业绩总收入69亿,跌1.7亿 其中是手机及配件的销售跌得多些,跌3.6亿 顺利方面倒退了4成,赚3.7亿 不过Ebitda有增长 派息亦相认减少了3成,末期息派15先 业绩其实差过市场预期一点 但全年业绩差的主要原因,都是在下半年 即是财政年度来说,今年上半年 疫情期间,表现相当差 今年上半年的顺利,只得1亿左右 按年要大跌超过6成 主要是因为三大中资电信商,与数码通不同 数码通有接近一半的收入,正常情况下 其实就是来自手机配件销售 刚刚也提到,部分的收入跌至3成多 上半年那个市场是这样的,消费那边是这么差的 是否都预认了会这样呢? 绝对是,因为你可以说,其实我们本身一些本地的电信營运商也好 甚至乎好像数码通也好 其实你说这一类的手机配件的占比 是相比较多的 但是也不是现在的事 其实你可以说,如果我们追溯一下 可能说是五、四、五年前的时间 当时那个占比更加之高 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以往的时间 当你的苹果出了一些新机的时候 其实那个销程是很厉害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说,为什么以往的时间 他们这类的电信營运商那么赚钱呢? 程度上都是跟这些有一定的关系的 但是近年来说,这个现象有些都不同了的了 因为你也可以说,近年苹果即使出新机也好 其实那个受欢迎的程度,跟我们自然比的话 差了一点的了 再加上来就是,你看好像我们说 它那个下半年的年度,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时间 其实你看到那个时度都不是很理想的 还有呢,有很多可能一些,我们说那些手机的公司 那些好像苹果、Samsung这些 其实很多的,比较多一些旗舰机 甚至乎5G的手机,出货的时间都延迟了 所以你可以说,面对于这么多的,比较差的情况之下 它的业绩速度来,你说它差,都可以说是预期之内的 嗯,不过公司就说明了,说拖累业绩的主要原因 就不是因为这个手机配件这一方面 而是疫情底下,漫游的收入大减 但是看回其实漫游收入,就占服务收入 那个占比是只有1成2 即是说它占总收入,分钟即是少于1成 那么这个部分的收入,期内就跌了两成半 如果你说占比这么小,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的确确是的,你可以说,如果你按道理 纯粹以燃业雅的占比的话 这一份就好像比较逼不足道的,好像不太多的 但问题就是这一份的毛利率其实是最高的 所以其实你都可以说,缺少于这一份的收入的话 对于工资整盘数的影响,其实都比较显著 甚至乎你可以说,因为某程度上,这一份最主要来主要是什么呢 可能一些叫营商,甚至乎可能是旅游,就是游客这一份的情况 但是很可惜今年上半年的时间,这一些的范畴 基本上都停顿了,所以你说这里,它真的有些比较大的影响 都可以说是预期之内的事 但是也都这么说,因为大家都预计到了 你说之后那个状况,都还是不那么明朗之下 我都比较担心,这一份的业务在今年下半年的时间 都仍然会有些比较大的冲击 但是说了这么多坏的一些消息 会不会有些好些的憧憬呢 因为公司就说5G上客超出了预期 不过对Apple仍然是审慎的 Apple方面全年跌6% 下半年的Apple已经跌穿$200,到$195 不过大行就说,撇除了慢油的影响 Apple表现其实也是稳定的 加上就是下半年,他们可能会推出一个 固定月费家居5G宽频计划,$148 大行,即大摩就说,有机会是开拓到新市场 是不是这个新的plan,可以有机会救到业绩呢? 下半年的展望呢,刚刚提及到都可能 和你所说,我说一些比较差的东西 但是假设疫情真的到第四季的时间 可能真的慢慢的减弱了 还有因为你现在都看得到的了 有很多我们的手机的公司 好像苹果公司这些 都可能会在短期的时间出一些新的手机 所以按道理,某程度上,应该对于来近一年 那个业绩表现,都有些比较显著一些的帮助 还有因为现在都真是5G 因为其实某程度上,5G的收费 我们的那个Apple 一定比你可能3G,4G为多 所以某程度上,我对于今年,即是来近一年的时间 那个Apple的情况,可能有没有机会扭转回那个结跌势呢? 都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反而你说到那个家居那个5G的公民计划那样东西 反而我会觉得就要再观察 虽然你可以说,公司都或者是一些大行 就是这个服务 可能支援的时候,可能公佔大概是两成多的 一些家居住宅一些公民的服务 但是我觉得某程度上,可能会比较乐观了的 还有也不排除,在5G的发展上面 都会有很多次出现一些价格战的情况 所以就虽然说,我们说今年下半年的时间 即是公司可能下一个财年的时间 可能那个发展,相对比上去年的年度会比较好些 但是你说是不是一定是很理想呢? 就要再观察这样 我们看看数码通的股价 野村最新就将目标价由11元降到4.8元 听起来就好像很多人害怕 不过综合市场的目标价其实就4.7元左右 大家看的那个价位都是差不多 而数码通其实就跌了这么多 今年以来,累跌了三成 那个派息已经有7厘了 是不是现价都很吸引呢? 现价都很见仁见智 因为其实你可以说,我们有很多的电讯股 都不单是它,你看到可能说其他的离民商 好像你那次215,甚至是内地那三家公司 那个股价都是跌得很低残的 最主要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到竞争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都在高望来的五猪哥的发展 所以你说得对的,可能它的股价真的很低残 项息又好像高高那样 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假设燃利的能力 都可能相对比较不是那么明朗的时间 但是,派送那样东西可能大家都会有点担心 之余,它的股价有机会真的会赚息前的股价 所以暂时来说,虽然那个股价很吸引 但是都不建议大家考虑着的